将尽头转到五谷 五谷的水队一路两边无障碍步道 原本这是最当初的构想 但是当地的里长发现 无障碍步道延伸到最末端的时候 竟然没有斜坡 让行动不变的长者根本没有办法行走 因此当地里长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并且尽速地解决这个问题 五谷区水队一路两岸人形步道 当初是作为无障碍步道 但是当地里长发现这条步道延伸至最末端 自然没有设置无障碍斜坡 造成行动不变的长者根本无法行走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早改善 因为我们整个人形步道 我们是无障碍空间 结果后来到我们最后末端的时候 发现到有一个缺口 我们的轮椅行动不变的长者根本没办法上来 所以这个案件我在我们的七正会议的时候 已经提案给我们公所 我们公所今天又来会刊 准备说办理整个改善工程 整个把路面把扣宽 做一个无障碍空间的延伸 让我们这个居民 我们的长者 行进这边一个安全的空间 公所表示这工程如果是简易改善的话 应该是今年底就能够完工 但是里长表示不希望这个步道只是简易的改善 希望能够配合现有景观进行设计 完成一个比较漂亮的人形步道 这个工程的话如果是简易改善的话 是今年可以完成了 但是我不希望说只有简易改善 我想跟现有的这个景观 来配合设计 一个这个无障碍空间的延伸了人形步道 整体规划 所以说他们尽量说能够在今年年底 以前把它完成 完成一个比较漂亮的人形步道 相信在里长与公所的配合之下 当地民众都能够有一个平整靓丽的无障碍空间 永家乐新闻五股采访报道